请准备 我也输了对吧 我刚敲了 射出 请准备 啊 杀你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听出了你们的咖的愤怒 让人小听 决战局 决战局 哈哈哈哈哈哈 成本地的了 哈哈 沙瓦地 沙瓦地 沙瓦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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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地 沙瓦地卡 沙瓦地 沙瓦地卡 沙瓦地卡 沙瓦地 沙瓦地 沙瓦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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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地 沙瓦地卡 沙瓦地卡 啊 啊 是谁啊 这什么啊 我是对的 有一个 沙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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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 正出 啊 哇 哇 啊 哇 玩就玩就都晕了 接下来 与其和百洛出战 沙瓦地卡 沙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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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地卡 沙瓦地卡 沙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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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啥呀这是 你俩能拼成一个脑子吗 快点 你们快点就好了 沙瓦地卡 沙瓦地 杀娃迪 放我地 上我地 唐娃迪 上我地 第一局 雨琪上戳 继续 唐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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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琪上戳 牠的 vulnerable 很厲害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跑男团队要出国拍摄了 我们现在还在杭州 马上要出发泰国曼谷 拜拜 一会儿见 到了 看一下我们的团队 大家想象中的出国拍摄 是不是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的 在国外工作可没有那么轻松 大部队已经集结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组 我们应该是摄像组 音响组 导演组 加上我们跑男部落衍生组 还有什么 还有后勤组 大家都集结了 好了 出发 现在跟随着杰妮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大部队的太久之旅 太热了 来 坐车了 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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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马海维 我看到了男生带了非常凉气的遮阳 这个真的是你一款对不对 是的 是拿我女儿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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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看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装备啊 现在开始什么防晒帽啊 防晒袖啊 把自己包的很牢的都出现了 因为我发现泰国这些天气特别易变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暴雨 一下子大太阳就开始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把自己包的特别严实的导演 蜘蛛侠 他知道是他 泰国非常热 热啊 太炎热了 又超市又热 热 太热了 很热 半天一天 太热了 我们摄影老师的有一个视频 一个近距离的特写 就是那个汗 我感觉跟真桑拿是一样的感觉 热热热 在泰国除了炎热的天气之外 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热 热情 天气热 人也热情 就是这样的热情让我们觉得 在这边工作还是非常自无的 太难了 终点就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往外这样一次摆 不是 你这样是好看 但你单基本上拍出来就是一堵墙 哦 能理解我看一张 可以 在店里买点灯泡什么呢 他本身这个灯带都打开来检查一下 然后底下这个灯带叫它 等一下我们就开 你这是主背景 你这些灯泡都需要换的 就是那一台 包括后面那一条肯定都需要换的 这一台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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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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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先在酒店确认一下 那个店压不够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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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会放一个灯 然后东南哥家的湾发一门干你 好 OK 还有哪个地方 还有下面 下面就在这个角色 这边我们会放一个熟的灯 我们会把Yamaha DM1000 1千元 我们在混合器 哦 混合器 我们有混合器 哦 你有混合器 OK 1千元 1千元 OK 刚刚都是英文在跟他沟通 我会觉得简单的比较硬实 我们有泰国艺人 所以需要翻译 全程的同证传译 所以他们会给泰国艺人准备耳机 无线的耳机 所以他在跟我对 需要多少耳机 然后需要怎么去给这些泰国艺人 去听他的内容 我们中文说的内容 所以需要单独从他们这儿租一些社会 国外拍摄的难度就更大 因为沟通成本会高很多 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个小道具 但可能在泰国 你就完全不知道该去哪里买 所以你可能需要沟通当地的翻译 然后翻译可能再翻译给 当地的采购的合作伙伴们 然后但在这个传递过程中 可能就会对这件东西 产生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我们在国内可能跟合作 比较默契的道地团队说 如果弄了什么 他很快就知道我们要了什么 那这边就反复确认每个材质 或多或少沟通会不方便 既要尊重对方的一些习惯 我们也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些素质 要想到很多 有可能我国内很快可以解决的事情 在我这里要想很多条思路 大概在五种当中 只能想到一种 有可能对方可以给我解决 就是每次去别国家拍摄都会有很多的 就是了解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产业的制作流程 包括他们的跟我们同步的一些工位 在沟通的工程当中会学习到很多 他们这里的一些道具设计和制作 其实跟国内还是挺不一样的 太多了 国外的话 其实设备上什么都精简了很多 因为出国会很麻烦要曝光 然后我们从机场 我们是八点钟的航空 航班 五点半左右就已经到机场了 我们差点都赶不上飞机 因为我们包括脚架摄像机 还有一些零散散的 我们一些拍摄设备 它都得过海关 然后还有因为超重 然后还要打包 然后再过安检 就非常的麻烦 还有电池 有机排管电池 每个电池都给拿那个 那个叫保鲜膜给包起来 就符合那个航空规定 然后有一些大的就是 看到这个摇臂啊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航拍啊 就可能是在当地租的 因为在国内实在是带不回去了 其实来太国拍摄 我们觉得最复杂的就是 当地的无线化筒的情况 因为我们国内的无线化筒 使用频点跟太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准备无线的时候 要格外的在这里进行 无线化筒扫屏 然后进行频点的补制 我们所有的设备 都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无线化筒可能要消耗很多电池 基本上在这两期录影 在一千多节吧 所以每个组的同事都很辛苦 帮我们背了好多电池过来 而且还有一些是超量的 可能带不过来的 还得有好几批的同事帮我们带 这个是很感谢大家的 原来我们在国内录制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都有二十几个箱子 在这次出来之前 我特意叮嘱他们 我说把东西精简一下 不然二十几个实在是带不过来 整个组跟我们同一个航班的工作人员一块 就是把行李托运 托运到了每个人的名下 很多人的名下 一起才托运出来的 这一次我们跑男的跟着我们的节目组 进行的这个技术踩点的流程 踩点的过程当中会排除非常多 甚至是会去计算一下很多 有可能当天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这次的技术踩点的跟拍 就到这里是最后一个流程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工作 有没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们马上还要去看一个大会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了 唐人街的一个区域了 因为你会发现随处可见的中文 好亲切啊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 曼谷唐人街打卡成功哦 那我们的花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大家要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跑男来了 还有每周五晚播出的奔跑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